大家好 今天2018年的11月18號 今天我們跟大家介紹白將軍 在幾週前呢 我們有跟大家介紹說 我的梅花、櫻花種了咖啡木度額 還有小綠月產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在禮拜四的時候 我就上網去買了一個這個東西 上面寫個白將軍 那這個它就是一個白將軍的一種 那這個白將軍呢 它是需要冷藏的 那我們跟食物放一起呢 我都習慣拿一個密封罐 把它給密封起來然後放冰箱 盡量跟食物隔開來 那我手上呢 各位現在看到的這個呢 它是屬於中藥的白將蠶 這種白將蠶呢 在中藥店可以買得到 你如果說你的盆栽裡有螞蟻 或者有活椅的問題呢 你可以買那種白將蠶 直接呢塞兩顆進去 在那個活椅窩或螞蟻窩旁邊塞兩個 或者盆栽塞兩隻 那大概一個月後呢 我估計大概一個月後呢 那些螞蟻呢都會消失不見 白將菌呢 它是一種 那個 真菌類 那 昆蟲碰到接觸之後呢 它會被 被感染 被寄生 然後最後呢 就會造成它 組織呢 被寄生以後呢 全身發白 然後死亡 然後身上出現的白色物質呢 可以繼續使用 那就是所謂的白將菌 那 白將菌呢它可以感染呢 文獻上記載是說可以感染大概700多種的 昆蟲 那對動物 其他的植物 動物是沒有危害的 只有對昆蟲有效 那也不是所有昆蟲都會有效 我以白將菌為例 這個我們試驗上買到的這種白將菌呢 它本身呢 等一下 我的貓在 喂 不好意思我趕貓一下 那 這個 白將菌呢 它可以感染 這個市面上 這個 文獻上記載 它可以感染大約700多種的 昆蟲 那這種 雖然說它有記錄說 它可以感染 那個 牙蟲 但是根據我個人的 測試跟實驗呢 這個 市面上賣這款白將菌呢 對牙蟲是無效的 只有黑將菌 那市面上賣的黑將菌呢 有效 那白將菌無效 那我在之前 更早之前的影片呢 有跟大家介紹說 白將菌 對付牙蟲的影片呢 有跟大家說可以考慮用白將菌 但是我試過以後沒有效呢 我這次在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用白將菌對付牙蟲 我試過沒效 如果各位你試過有效的人呢 歡迎來留言 我再去試看看嘛 對不對 那今天呢 我們要教大家怎麼 調配這個白將菌 那白將菌呢 他們賣家呢 他都會希望說 你拿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濾布 這個是呢 濾 豆漿的濾布 那他們叫你呢 用 放到豆漿袋裡面 搓搓搓搓搓搓搓 把那個包子洗出來 那 我個人以前試過呢 洗好久 搓搓搓搓搓搓搓好久 搓到我手累死了 所以呢 這次呢 我會教大家別的方法 首先呢 這剛做的喔 剛買回來的 禮拜五剛寄到 今天禮拜天 那我們呢 剪一個洞 剪掉 這一個呢 它是一個五克 大約是一個五克的容量 這個勺子 那我們這個機器呢 它是屬於15公升 它可以裝15公升 那我們 要裝的量 大概是多少呢 這裡面又還有一 又還有一個 又還多了一包 以前都沒有 現在又多了一包 給大家看一下 透明的 真空包裝吧 這個 這個勺子呢 一個是五克 那我們再裝這個 量呢 我們估計呢 大概需要 六尺 六尺的量 剪開來一下 那我們把這個 這個呢 裝六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尺 那裝完六尺之後呢 我先把 白漿菌呢 先收回去 好 剛剛我們把那個 白漿菌收起來 冷藏 那個白漿菌用完 你要馬上冷藏起來 那個我們剛剛放了六尺 在這裡面 接下來呢 我們用自來水 直接加進去 然後搖一搖 那有些網友說 問我說 自來水會不會殺菌 對 自來水有力會殺菌 但是我都是用自來水 其實可以的話呢 建議最好用井水啦 或者是呢 你將那個自來水 先放個幾天再用 會比較好 那我個人呢 比較懶 那我自己測試呢 這樣子自來水用 然後馬上噴 其實也還是會有效的 所以呢 我就乾脆直接用自來水 自來水 當場用給大家看一下 那通常呢 我個人齁 我除了用白漿菌之外呢 我還會搭配 蘇力菌一起用 那因為今天呢 我是介紹白漿菌 所以我不加蘇力菌 那蘇力菌的話呢 同樣呢 我們以15公升來算呢 大概只要兩 剛剛那個湯匙呢 兩 這個 這種湯匙 五克湯匙大概兩匙就夠了 因為蘇力菌呢 它的那個菌種呢 它的量呢 它濃縮的比較高 然後 我們現在呢 白漿菌呢 這樣子 各位你看 是不是有那種 已經開始白色混合物出現 你最後呢 你就呢 就這樣用力搖搖搖搖搖搖 talked 我們之前廠商教我們說用這個袋子去搓洗 但是搓搓搓搓洗要搓很久 懶了就直接搖了 你就這樣子用力搖搖搖搖搖個幾次對不對 你們看到這個顏色已經開始出現白色的混濁狀 那就是你把那個白薑菌給洗出來了 我們用大力一點 使出吃奶的力量 呃呃呃呃呃 好 各位 有沒有看到這個連土天銅氣都半天火了 慶祝 慶祝我在介紹這個白薑菌 好 各位 那接下來的動作呢 首先呢來準備這個 各位你看這個 這個漏斗呢上面有個濾網 這是我刻意買的有濾網的 這個叫初步過濾 再來呢 下面呢我們再用這個 呃像綠豆漿的濾網呢在做撐著 我們做雙重過濾 因為我們在這個倒的過程之中呢 他會 我們倒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把裡面的所有東西都倒出來 我們只要把那個水倒出來就可以了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要再洗過一次 那我們利用這個方式呢來過濾呢 就是避免到時候 你的那個噴嘴呢 被這些粗戒指呢堵塞了 那一旦堵塞呢你就 到時候你的你的那個機器要噴出 噴那個液體出來就會不好噴 所以我們要利用這個來過濾一下 那當然呢我們洗一次呢 並沒有洗乾淨 我們再倒回來 那再加第二次水 那我們這種洗法呢 估計呢 要幫他洗個兩三次 大概洗三次吧 那我們再來 繼續搖 搖搖搖的 我用力的搖 非常大力的搖 我們當然希望等下搖一搖 會放鞭炮一樣 讓我普遍同庆一下 因為我們一直搖搖搖 你在洗一次洗兩次的時候呢 第二次呢 大概就不會像剛剛這麼白 已經那個噴嘴 穩濁度就沒有這麼高了 好 再來 現在我們再繼續過濾 一樣 第二次過濾 第二次過濾的時候呢 它的水呢 已經 混濁度沒有像第一次這麼混濁 所以呢 我們預計過濾三次就夠了 再來 倒回去 洗再洗一次 那我們用這個方法呢 比用布袋去搓洗呢 會 會比較有快速快一點 速度會快一點 因為搓真的要洗很久 我們就這樣的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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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因為你大概搖第三次以後 它就洗不太出來那個包子 所以洗三次就夠了 看來隔壁的已經開始準備要工作 開始聽到聲音了 所以呢 我們 好 我們現在錄到 將白薑菌洗到這種 現在已經水已經很清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白薑菌的調配呢 就 先這樣子 這個呢 它是斬 這個東西它是斬灼劑 最後我們 我們 調配完白薑菌之後呢 我們要加斬灼劑 斬灼劑的用意呢 它是要將這個 包子呢 可以順利的附著在頁面上使用的 那它的 這個 比例呢 是 2000倍到5000倍 所以呢 以這個15公針來講 我們5000倍的話 只要3CC就夠 那有一次呢 有個網友呢 他問 他看到我 我拍的黑薑菌影片呢 他是想說 用 問我說 他問我 他的 植物種了牙蟲呢 說 要怎麼處理 我就推薦他用黑薑菌 然後我跟他說要搭配斬灼劑 結果呢 我沒有提醒他說 這個斬灼劑呢 一定要按照它上面的比例去配 結果他用這樣子隨便倒一下 這隨便倒一下 很可怕 因為它3CC只有一點點 那隨便倒一下 你可能倒超過 而且它的量 我3CC是 15公升的量 那你隨便一倒的話 它一小罐的話 超過很多很多 超過倍速很多 那你一旦 使用超量的話呢 斬灼劑超量使用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那個網友呢 他使用過後 結果那個 他拍給我看說 他的那個植物呢 葉子怎麼燒焦了死亡呢 他說什麼黑薑菌怎麼那麼強 連那個植物都會燒焦 後來我跟他講 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斬灼劑沒有按照比例機器使用 然後呢 他就跟我講說 對 是斬 他說沒有按 他說隨便倒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那是斬灼劑的問題 為什麼他會發生這件事呢 這種事呢 其實這種事也發生在我身上 我以前也跟他一樣 隨便用倒的 所以呢 我知道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當時呢 我也是亂倒 然後呢 隨便噴 結果葉子燒焦 所以這個問題呢 一直很嚴重 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在這邊強調說 各位你如果使用這個斬灼劑呢 你一定要按照他的比例使用 否則你的葉子會出現燒焦狀 那再來呢 我們將這個斬灼劑呢 按照他的比例呢 我說3CC倒進去 因為早上我已經弄好了 現在呢 是因為呢 我重拍過 我把這個影片呢 片段剪掉重拍過 因為噪音太大了 所以我重拍 那我就不再加了 我只是說明一下這個 斬灼劑的一個 使用的方法 跟他的調配的一個比例 那我們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嘗試呢 使用百姜劑呢 去處理一些寵害的問題 那謝謝收看